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七说电影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七 今天呢小七给大家说一部由刘德华和关之林两人合拍的奇幻武侠电影 我们帅气的老刘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见美女阿玲 于是某天清晨他对师弟说道 一定要将这个大美女娶回家 两人在洗漱完毕下去和博士吃早餐时 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大魔王关于玉女寒冰的悬赏通告 一眼望去好多灵啊 于是三人在吃完饭后便展开了寻找玉女寒冰的大作战 在到达寒冷雪山后三人一番寻找 就在这时我们的老刘不小心摔入冰窟 大难不死的他意外的发现了玉女寒冰 看到没啥叫助教关团 这就是要割普通人身上早就嗝屁了 随后在编剧大大的安排下师弟和博士也出现在这里 就这样三人带着玉女寒冰开始了反乘之旅 当然了归途肯定不可能一番顺利 三人在路上遇到大魔王手下小喽啰的抢夺 但有助教关团的几人三下五除二就成功让他们解决 夜晚三人带着玉女寒冰住进了酒店 闲来无事的老刘为我们展现了他的雕刻技术 将寒冰雕成了梦中美女的样子 随后他拒绝了向他表达爱意的酒店老板娘 但却因此惹怒了这个女人 老板娘将玉女寒冰在这里的事告诉大魔王 果然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不一会大魔王来到了这里并将众人打伤 就在这时玉女寒冰突然爆炸 阿玲就这样凭空出现了 破了个去 竟然还可以这样 随后阿玲出手扑灭老刘身上的烈火 博士和师弟则带着老刘赶忙逃离这里 返回家中的老刘因为伤势难以痊愈的原因 就此个儿屁 但就在这时阿玲出现给老刘嘴对嘴吹了一口鲜气 第二天老刘就活了过来 看到没这就是主角光环 死了我都能将你救活 就问你牛不牛 不过此时的阿玲已经衰老得不像样了 不过老刘还是在一番周折后找到了阿玲 但他欣赏了一幅幅关于他们未来生活的油画 就这样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是一只深夜丧心病狂的大魔王派遣手下将衰老的阿玲抓去 为了救回阿玲 老刘毫不犹豫的杀到大魔王的地盘 和大魔王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 并趁机抢回阿玲将仙气重新还给了他 随后几人合力将大魔王送去吃便当 不过此时老刘却因为失去仙气死过去 阿玲随即抱着老刘离开了大魔王的地盘 来到南极对其一番救治后 两人过去了逍遥自在的生活 好了本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击关注哦 小夕风里雨里和你不见不散 拜拜